我接触家具收藏20年了 自己也做设计 导物件的机理、包疆、工艺造型 都是时代留下的印记 对我来说 导物件是最好的设计灵感 因为收藏跟设计的家具体量比较大 我也喜欢花花草草 就找到了这个位于上海南边的毛培别墅 可以把工作室、家里面都放在一起 房子有五层,400平米左右 院子大概80平米 设计跟改造大概花了四个月 地上三层是我们一家的生活空间 地下两层是我的展厅还有工作空间 我把它做成一个漂亮的空盒子 空间非常灵活 可以放置老的 新的、现代的、当代的物品 进行混搭 有一点差跡 一点工业风 也有一点中式的风格 一层是餐厅还有客厅 我把餐厅的尺度放得很大 落地窗当作大门 入户门进来穿过院子 可以直接进入室内 中央摆的是我设计的长桌 长度大概三米六 用鸡翅木还有白蜡木制作 桌面用小料混色拼成 桌面够大 所以可以摆中餐、西餐 也可以喝茶 也可以当我太太的插花的一个工作台 跟这张桌子搭配的排椅 尺寸刚好是三米六 可遇不可求 是我在广东出差时去老家具市场 掏来的 原来是放在池塘或者寺庙里面 供香客休息用的 我用大漆工艺 重新给桌面做了蓝色的渐变 让它在空间里可以粗跳一点 我希望家人和家后是聚在一起的 现在的茶几都很矮小 使用的空间都有限 我就专程去找一张长榻 改成桌子 以前的榻都很高 方腿马蹄特别有精神 一家人可以在客厅 使用这个大茶几 一起看剧 看电影 我的收藏大概分为 石头类、木漆类 杂像还有艺术作品 年份从十三世纪 一直到当代的都有 我会到各地的老市场 跳蚤市场 淘宝贝 餐厅的角落就摆放了一个 十八世纪的 榻木翘头四连柜 它很大气 也很有韵味 还有老的房梁的建筑构建 鱼画龙 我就把它挂在地下二层的墙面 也会搭配一些 比较有视觉冲击的作品 三十岁之前的我 对老家具几乎无感 三十岁后 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 将老家具 老物件 重新带入当代人的生活中 现代中式的家具 不限于一个工艺 一个材质 水晶 树质 不锈钢 大理石 都可以拿来使用 空间使用最多的 就是我们家老三 一下跑他的房间 一下又跑到院子里 他喜欢画画 做黏土 我现在花挺多时间 在陪他做这些手作 我希望孩子可以多体验生活 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情 快乐生长 比田鸭来得好 让他们自由发挥多尝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